今集最後三套,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我第一套要講的固然是 每一季的救贖 Formance 永遠最好的啦 Formance 永遠是四格 我們今季講了一套,其實有點問題 我記得了 這一套應該都沒什麼人太大的質疑 是今季心靈的救贖 孔孔入寓寓 這次二季其實呢 不是接前面或者接後面 其實他是把一季裏面的 一些小了的章節 他覺得是 他就補回去 所以其實呢 尤其是看過一季的時候 你開頭第一集 連話他本身說入學那個位置 我開頭爬頭 咦? 難道升二年級? 然後跟著其實 故事是說回他將會 在第一季前 將會升一年級的時候的故事來的 是啊,很少可見到這樣 第二季通常是一個推進的位置 但是發覺第二季是反過來的 當然啦 在一些鄉間的東西 當然是多話說一些 尤其是鄉間的 鄉間的少少話說才難說的 鄉間學校 你看到幾班人 學校生日 這麼大一大個 他特地在這個角度再說多一次 再重新一次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不跟其他鄉膠作品那些東西 他怎樣都要用一些很強烈的角色 或者去碰撞一些事件出來 其實他純粹是用一個 一個將要升到小學的小學生 在他的視野裡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其實你看到他 中間的段落就像是連懷有家 在一起嘗試自己試一下 回到學校 其實你會看到 中間裏面 其實我 差點說一句 你是真的可以用三倍速去飛光 你都不會覺得 節奏有慢到沒有 但是 當然這套東西 我不是很忍心飛 用這樣 我也是用一倍速慢慢的 就好像 他很悠閒的 就回到學校了 不過他一向都是 第一集 其實他那些 用一些軟鏡頭 就好像以前 就是大家以前日本很流行的 軟鏡頭去拍攝 日本風情話 類似那類 或者以前 那些武士 沒有了一個很長的軟鏡頭 如果大家有看過日本電影 地平線的草原石裡面 有個小孩慢慢走過來 對 好像那類的 他也是用這種手法 看到他的節奏 他不是特意拖到很慢 但是他就說 一個優災猶疏 那種感覺 他說 這個農村生活 你不要快 他是想表達 這個是鄉下 那其實 對照一季裡面 跟著廉華說 難道我是住在鄉下的 是的 沒錯 這裡真的是鄉下 對比 那時候 他第一集說 那些巴士很久 那些老遠 其實他也是說了這些 當然 第一集也都交為 意外之一 就是女主角之一 當然 他是最後才來出場 因為上季第一集 是用他主事點入學 所以你是看到那一幕才知道 其實 第二季這個repeat 這個季度裡面 其實應該不是承接之後 也不是說全部之前的故事 他是說 在一季裡面 補完 就是一季裡面 一些穿插的故事 當然 如果以四格漫畫來說 我覺得 未必那麼需要擔心 但是你說 對一些其實未看過一季的人 他有一些劇情 或者一些角色本身的關係 加深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跳脫的 即是你好像 其實從第二集那裡 凝入學開始 他很快就已經是跟其他的 和其他的 已經好像有關係好 但其實他錯過了 中間就是一季裡面的 可能一二三集 才會去到這個階段 所以 所以 感覺 未必是 很好的選擇 這一個是一個 嗯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選擇 即是你說觀感情 如果你看開第一集 對第二集 就不太陌生了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 以你不看開 你想追回這套 先就難非 一季二季的問題 這個他真的是 因為他做穿插 所以雖然說 沒有主線劇情故事 但是始終都是說 避不開 就是你角色之間 當然你說 他角色之間 你純粹知道 只要一件事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那你已經可以解釋一切的事 不是的 就算是普通檔二季 他不是重複檔 然後做下去的 那你沒有看過第一季 不知道人物關係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吧 不過不要說 他也很慶幸 沒有在第一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他是誰的朋友 他沒有做這種事 這些是很老闆的 你明白 龍村 你要明白 角色 就算算連環的姐姐也好 以及今季頭兩周 不斷擦存在感的哥哥 也好 他只有五個角色 還有 有的 達加斯尼亞先生 就是那個 駕駛單車的金髮 那個 那個 是的 沒有的 你不是說龍村 有幾個人 來到這間口碼見面 大家當然是輪寫的 為什麼要介紹這一種 不過你不要說 我如果看他今年 今期幕後的那群人 那群人 監督 那群人 其實沒有什麼轉過 但是這次是加插了一些東西 我發覺他今集第二季 和第一季比較 他多了由總座 監督 鄭本右記 還有佐藤香跡 另一位 去負責Fashion Design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他們的衣服 設計 是有再穩 和第一集有些不同 第二集是多一點變化 和他專門是做一個Fashion Design 讓他們像一些龍村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有些故事 可以留意 我想是屬於可以留意的看點 因為上季他們說 我們出城去買衣服 今季又 掌完龍村衣服 應該這麼說 今季 今季實在是太多黑暗系的作品 真的 你真是太黑暗 不找回一些心靈的救贖 那一個人是會不平衡的 我以為你會看到這個人很黑的 現在又來過 你要明白 我這個人很均身 你這套東西 真的被我找不到一絲的陰璃 的話 我是不會硬來的 有的 定性史來 留心到龍村 上學的哲學生 還不是蔡健俠 告訴你 你這些就是過度解讀 不過看看這套 其實這套 一向都是賣回龍村那種 遊行特色 不是啊 你的童年回憶 你看到他裡面的東西 都是我們小時候玩的 都是 彈奸車 不過彈奸車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那一集 那一幕 他做得挺有動感 雖然說 其實是一個好小小的遊戲 但他做到一些好像 真是警技 畫素認真 哇 格數完全沒有落過 多逼真 而有些細節 好像第二集裡面 阿瑩他自己出去走的時候 你會見到是吉之島 但吉之島 其實已經改了名字 伊昂 是 所以其實他那裡 表現到 龍村當然 你的牌我當然不用換 這些東西 浪費錢 不過如果大家有看漫畫 其實都 據文 漫畫 我記得有沒有記錯 都是寫伊昂的 當時 他的狗突然衝出去 他怕他咬到 江馬奴哥哥 那裡 我覺得是 動畫製作群 一些細節上 他想去表達的一些東西 所以 暫時 都是說 一套心靈救贖的作品 即是 在今季如果大家看得太多 太過黑暗的作品 就不妨 其實不黑暗 阿Terry或是節目 真的聽你講話 傻啦 有很多是擺明黑暗 不用我說他都是黑的啦 我只是加劇了這個情況 你不要這樣說 我又 這套心靈救贖的作品 就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